实事办的好不好 根本由群众来检验 关键靠社会来评判 当时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辽宁一动 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中 积极行动 主动作为 用心用情用力 解决群众的极难仇叛问题 努力让广大老百姓 在经济社会数据化转型中 增强获得感 幸福感和安全感 在这奋勇争先的身影中 有一抹红色 是辽宁一动共产党员的底色 他们追寻先辈足迹 在风雨中奋进 传承红色血脉 在发展中成长 建设信息高铁 推动5G 飞入寻常百姓家 运营信息高速 为各行各业转型升级 助智赋能 在这片希望的热土上 在扶贫攻坚的道路上 在缩小数字鸿沟的浪潮中 服务为民是辽宁一动人的使命 担当奋斗 是辽宁一动人的初心 为解决城乡发展数字鸿沟问题 辽宁一动朝阳分公司 工程建设部党支部 冲锋在前 为了有效推进开通进入 省市县联动 我们成立了项路工业党员突击队 全身心投入到工程建设中来 通过精准的开达设计 我们快速锁定了 固件 传输 电力 等专业都具备优先开通条件的 长远线 网友能够向 黑股村村加沟这个站点 工程任务下达后 辽宁一动 立即启动设计与施工工作 客服山区行务难 等施工环境困难 历史18天 基站成功开通 作为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 开通的首个电信普遍服务基站 解决了朝阳县 王颖子乡 黑湖村 孙家沟村民 35户 约100口人 通信难的问题 这将进一步推动 移动网络 向深山自然村延伸 为脱贫空间架起一条 信息高速路 为乡村振兴 提供强有力的网络支持 好想地区的山地较多 加上汛奇的原因 建设施工难度较大 设备就是从这里 一步一步地抬上去的 崔晨是一名预备党员 在建党百年这个伟大时刻入党 他感到非常荣幸 90后的他 能吃苦有拼劲 为了早一点完成街站建设 他一面牵头联系各线公司 快速协调战制 一面牵头对接施工进度 早前儿女都不回家 一说回家没有意思 现在随时随地都可以打电话 发视频来 想啥时候看就啥时候看 想啥时候发就啥时候发 被咱老百姓确实做了一件大好事 销售价格和渠道随时沟通 龙多屋照片随时发送 可真方便多了 没事的时候也能看到手机视频 还能学到一些众志知识 感谢中国移动 再也不用扣天吃饭 他将生活与亲人分享 他用淳朴与世界沟通 他守望着一片金黄 农村与城市相隔甚远 却阻隔不了他们努力向前的心 不忘来时落 红色硬出新 辽宁移动广大党员 将坚持贯彻 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 传承人民邮电为人民光荣传统 擦亮党员鲜明底色 切实把党史学习教育成效 专化为工作成效 努力为百姓大众提供用得上 用得起 用得好的信息服务 用红色 点燃乡村数字 多彩生活